01跑去哪了呢 有个说法是 这个号码被保留给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作为临时首都的台北 就只能从02开始编 在费用方面距离越远就要收越多钱 相较于室内电话 长途电话的价格根本就是天价 台湾的第一支电话是在1897年3月出现 当时日本人为了军事上的联系需求 在澎湖守备队的各个部队 以及澎湖邮便电信局 马公灯塔西雨灯塔之间架设 到了6月台北总督府 跟基隆运输通信支部之间 也架设了电话线 不过当然也是只有官方能够使用而已 至于一般民众要能够打电话 是在1900年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一般民众 其实也没那么的一般 当时要装设电话的话 要缴纳登记费跟使用费 以台北来说 登记费要15元 使用费则是一年120元 而那个时候的小学校教师 一年薪水不过也才240元而已 等于是装个电话 光例行性的费用就吃掉一半的薪水了 一般民众当然是想都别想 所以在1900年时 全台湾驾设电话的只有431户而已 当中没有半个台湾人 全部都是日本人 其中有一半属于工商业航号 而且当时的电话还只有室内电话 意思就是从台北打出去的电话 必须要在台北才接得到 要打到台中台南是办不到的 一直到1904年 开始驾设民用的长途电话通信网之后 才有办法拨打电话到其他城市 而且在费用方面 基本上距离越远就要收越多钱 从台北打到基隆就要0.25元 到台中0.6元 到台南0.9元 相较于室内电话 每3分钟只要0.05元 长途电话的价格根本就是天价了 当时电话打出去 还不是对方直接接到 而是会进到游便电信局 由接线声确认要拨打的对象之后 才会把线路接通 到了1932年 高雄成为全台湾第一个 启用自动交换机系统的城市 打出去的电话 才终于不用透过第三人 由对方直接接到 但是这套系统仅限室内电话而已 如果要拨打长途电话的话 还是必须要透过接线声帮忙转接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长途电话 当然也就不会有区域代码这种事情 一直到1969年 从基隆终于可以直接拨打长途电话到台北 隔年开通台北到基隆方向 成为全台湾第一个 不用透过接线声的长途电话线路 而第一通电话是由当时的副总统 严家干接起来的 可见得是相当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 接下来电信总局也持续在各个城市更新设备 减少长途电话的接线声需求 但是光有设备号码却没有跟着跟动的话 搞不好不同城市之间还会撞号 系统又要怎么知道打出去的电话是台北台中还是高雄的 所以区域代码就这样出现了 最早的长途电话编码是把全台湾切割成6个不同的代码区 2是大台北跟桃园、宜兰、花莲 3是新竹苗栗 4是中张陀 5是云林嘉义 6是台南跟澎湖 7是高雄、屏东、台东 至于最前面的零 则是为了要让系统知道 打出去的这通电话属于长途电话 那为了方便描述 后面还是会把零加上去 不过可能是因为台北的电话互助成长太快 原本这个规划在几年后就被更改 02只剩下台北市跟台北线使用而已 其余的基隆、桃园、宜兰、花莲都被塞到隔壁的03 但是从基隆打电话到桃园毕竟是横跨了台北 不可能因为前两码都是03 就从长途电话变成室内电话 所以说其实当时的长途电话编码 3码才是常态 比方说基隆是032 桃园033 中立034 新竹035 竹南036 苗栗037 花莲038 宜兰039等等 也就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 从桃园打电话到中立 必须要先按034 而且费用也是找长途电话来收取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区域代码 都有照当时的规划实施 比方说原本屏东潮州是077 东港恒春078 台东079 但是在1981年 全台湾的长途电话都更换成自动交换机 正式迈入直通波化的年代时 07却变成了高雄市跟高雄县专用 屏东潮州改成了087 东港恒春改成088 台东改成089 也就是说同样的 从屏东打电话到东港的话 不只要先输入区域代码 费用也是比照长途电话收取 而且还会有一些地区 是打电话到隔壁县市算室内电话 但是打到自己县市境内 却算长途电话的状况 像是早年高雄县的湖内陆主永安协定 就跟台南县的部分乡镇 共有065的区域代码 打电话到新化算室内电话 反而打到高雄其他地方的07 是用长途电话来计费 这是因为当时电话线路归台南管辖 几年之后 这些地方的电话才改立处于高雄 区域代码也跟着改成07 后来随着人口持续增加 装设电话的家户也越来越多 电话号码也需要配合升码 这边的升码不是中央银行 把利率提高的升息机码 而是要增加电话号码的位数 这样排列组合才会变多 以大台北地区来说 战后初期的电话号码只有4码而已 最多也就是1万种组合 后来慢慢加到5码、6码、7码、8码 提供了1亿种号码的排列组合 而在升码进行的同时 不少长途电话区也会同时整并 扩大室内电话的服务范围 像是原本彰化的区域代码 使用047、048 升码后把两个区域合并 共同使用04的区域代码 原本的第三位数字则改成用户号码 所以现在北彰化的电话号码通常会是7开头 而南彰化的电话号码则通常是8开头 前面讲了那么多 那到底区域代码的01跑去哪了呢? 网络上有个说法是 这个号码被保留给中华民国的首都 也就是南京 因此作为临时首都的台北 就只能从02开始编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很合理 但是在目前所有可以查找到的官方资料中 完全没有办法证实真实性到底有多高 不过就1970年代进行长途电话编码的逻辑来看 很有可能01原本就没有打算拿来用了 最有利的证据是 当时使用3码的区域代码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1结尾 像是031、041、051之类的地区 而且纵观世界上 各国的长途电话区域代码 已有不少国家是直接跳过1从2开始编号的 包含美国、德国、瑞士、澳洲、纽西兰、泰国、马来西亚等等 只不过就算我们的电话号码在编排时 真的没有考量到反攻大陆后的事情 老共也一定会帮我们留好位置 在目前中国的长途电话区域代码里面 2开头的部分是分配给重要电信枢纽所在的城市使用 目前只剩下26是空码 因此一般认为这个是当时预留好要给台北使用的 而6开头原先则预计给台湾其他地方使用 但是在中国电话需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 目前已经分配一部分到广西、山东、云南等等省份 至于台湾的部分 手机的发展使得一般电话的需求兼换 交通部从2000年代开始 就规划整并部分县市的区域代码 除了大台北、台中、高雄继续使用02、04、07之外 云林从05改成045 嘉义从05改成065 屏东从08改成068 台东从089改成068 其他县市的区域代码如果是2码也要改回成3码 把05跟08控出来 给手机或者是未来其他新的电话科技来使用 不过到现在20年左右的时间 这套规划还没有真的实行 也因此现在的电话号码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方说台南跟澎湖的区域代码都是06 但是从台南打电话到澎湖 不能只打后面的用户号码而已 一定要把区域代码的06一起输入才打得通 而苗栗县的区域代码虽然是用037 但是卓兰镇用的却是隔壁台中的04 相同的状况还发生在过去影片 讲过的台中市乌日区西韦地区 表面上好像是04开头 但实际上是南投的049 打电话到台中其他地方的话要算长途电话 只不过从2012年开始 全台湾的长途电话已经比照室内电话收费 这种打电话到自己县市反而比较贵的状况 应该也不会再发生 唯一的问题可能是打出去闲 忘记先输入区域代码 结果变成 对不起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请查名后再拨 谢谢 这个号码还没有提供 请查一下号码 再试一下 谢谢 喜欢这个邮子的操作者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复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说吧 点击下方观看最多有趣内容 点击下方观看最多有趣内容